对,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口腔溃疡,而且经常就是那几个位置溃疡,然后其实当时我就听说经常反复溃疡就很容易得口腔癌,我特意上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去挂了一个专家号,一百块钱的专家号,然后我就进去看去了,然后医生说你怎么了,我说医生你看我这几个听众经常溃疡,是不是容易得口腔癌啊,你给我看一下。 医生看了我一眼,然后就跟我说回家多吃一点B2,多少蔬菜,你走吧,我说医生我就挂一百块钱的号,你就这两句话给我打发了,他说那你还想让我给你诊断成口腔癌吗,我啥也没说,我低头就走了,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就是经常反复溃疡,我就自己心里特别害怕,但现在好了。 杰老师,经常溃疡的人不少,是,但是刚才袁倩,他的亲身经历,你是看过我们以前做的节目书过这个事吗,对,上心了,对啊,这个健康医生已经影响到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年轻人了,还不错,我还有信心了。 这个我们说口腔癌的前期,就是长期的慢性的炎症。 溃疡就是一个发言,以后就,什么叫溃疡?就是那一块肉烂了,掉了,去了一块,凹了一块,叫溃疡吗? 溃疡,所以这个本质上就是长期慢性,如果总在一个部位,那肯定这个地方要有,肯定有问题了,我们说长期的是什么呢? 不是,而不是一个月,两个月,不是以月计,而是用年计,要两年,五年,甚至更长。 所以这个,如果一年,两年不好,还在同一个部位,那如果你挂专家号,专家号要问你,多久了?你说我三年了,这时候他就重视了。 对,对,他问我多长时间了,我说就,就最近这半个月总统,对啊,对吧,所以你挂专家号的道理就在于,我们说了,以月计,你还不理睬,对吧,如果你说三年了,想要炮专家。 这时候专家,如果他是真正的专家,他就要关注了,大家看一看,三年了是为什么还不好,对吧?